人生不无一知识十有八九月等于十 很多小孩都喜欢去游乐场玩 可是呢大部分刺激好玩的项目都不适合小孩玩 等到小孩长上了大人能够去游乐场 痛痛快快地玩了 很多人呢都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兴致 像我这种从小到大都保持着初心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往初心方斗始终嘛 我呢一直想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 所以呀来看看咱们朋友圈微博里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吧 在吃货的眼中只有吃饱和吹撑 从来不会出现不能吃的情况 骑了两个小时的摩托车了 趁着发动机还热火赶紧把培根卷上 按照我的经验一分钟之后就能吃了 原来你骑摩托车的目的只是为了吃上一口培根肉啊 去街边买馒头的时候发现这个老板不简单 因为他除了卖馒头还承接打字复印件扫描 证件照拍摄老照片翻新和名片写真广告等业务 你能不能别不务正业呀 好好卖你的馒头吧 如今赚钱难呀 每天上班打卡 看到贴在墙上的鸡汤 我更加有动力了 迟到毁一声 早退穷三代 按时上甲 帮逼成高富帅 老板 我已经是个功龄十年的老员工了 还是要过着生存以上 生活以下的日子呀 在朕的面前 你越飞也牛不起来 朕今天闲来无事 和爱飞观望超市 看能不能为家里买点东西 我就想问大兄弟你是重婚了吗 皇后呢 没有对象的人只能无聊一人玩 来呀 看谁的姿势更加标准 虽然我没有女朋友 但我有的是时间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了 因为你把时间都浪费在了无聊上面了 这个世界对单身汉充满了恶意 我已经远离了城市 一个人在这里打高尔夫 冷静放松 老天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对我 你不是想冷静吗 给你领点冷水 有助于你更加冷静